直话直说 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如果同修他不是梦到去买水果花了多少钱 他这个是代表小房子的数量还是需要念完小房子的果就出来呢 如果买贡果那第一肯定是讲的果实 明白吗 第二他说要多少钱的话 也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或者你还要做百分之多少的功德才能成为功德圆满 是这个概念 哦就是念完的小房子果就出来了 是这样的功德圆满了 对眼睛里吗这个问题师傅 其实大杯水最好是喝 最好是喝 还有呢就是把大杯水用棉花啊在眼睛闭起来在外面查不要滴到眼睛里 哦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始 师傅下一个问题 您就是将自己念经救人的经历写出来分享出去 是不是看到和读到这篇心得的人就和你结下了一分缘呢师傅 是啊 只是这种缘分 那这个是怎样的缘呢师傅这个问题 对啊怎样的缘那就叫善缘 善缘 那你像这个善缘将来假如没有超脱六道的话 来时如果轮回的话 他看到你上辈子这边玩一张经事这两个人就看到你特别亲切 是这样吗 是啊 你比方说有的人做菩萨了这辈子做菩萨了 但是他曾经在人间这辈子跟你们结下了身后的因缘 嗯 对不对啊 那你就在学佛路上在突然之间很痛苦 在被人家这个这个伤害的时候 你跟这个看过你书的人可能就结下了这个缘分了 所以他就会来救你 或者在梦梦中提早托梦给你 所以你当心 哦 明白吗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设 师父您在白话时中开始到永久的功德在法身当中能够找到 如何理解呢 师父这个问题 永久的功德在法身当中能找到 嗯 能够找到 对对对 记住了这是到精神层面了呀 法身就是精神层面了呀 也就是说永久的功德并不是说靠做出来的 还是靠你精神上的 明白了吗 哦 明白 那师父我这个法身就是一种精神是这样 对呀 法身精神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现在人在这里 你如果现在看见我法身是不是精神了 对对对对 你又没看见我肉体 看见我肉体是表面的呀 其实这是形成一个精神而过来的身体呀 明白了吗 哦 明白明白 法身永存就是精神永存 对啊 嗯 好好 谢谢师父的 持平开师 师父 请问诚愿带来的菩萨可能会做低贱的职位吗 比如青楼女子吗 师父 这个问题 嗯 很难讲 嗯 太难讲 因为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他当他迷失了 他已经不是菩萨了 所以他什么事情都会做 但是追求根源 他曾经做过菩萨 有这个可能 对对对 因为菩萨不是佛 你要说佛 那是肯定是否定式的 对对对 明白明白 明白吗 嗯 那那师父 成愿带来的菩萨 他来到人间的时候 就是说天上的菩萨都在 都在也是通过各种机缘 在点化他 对 直到他学佛之音 对对对 一直在点化他 希望他不要走错路 希望他碰到一个好师父 希望他能够开悟 希望他能够明心见性 就是这样 好 谢谢师父的特别开示 师父请问 胃不好的人 除了吃香沙养胃玩之外 师父是可以配吃一点健脾玩 可以可以可以 完全可以 我告诉你 肠胃肠胃 脾胃不好 都 这个这个都是跟那个皮胀有关系 皮胀的不消化造成了肠胃的阻塞 所以有时候皮胀啊非常重要 很多人长期的胃不好 就慢慢的皮胀就不好 皮胀不好之后 就会出现很多的那个那个 我们说那个 非常不好的东西会长出来 所以这个胰腺就会出问题 胰腺出问题吗 身体的话嘛 一线就会长东西 好 明白 那师父这个是一天几断呢 吃几次呢 两次 通气啊 健脾完一次就通气 通气非常好 人有三宝嘛 对不对 一个出汗 一个通气 还有一个是打嗝嘛 打嗝啊 这三个实际上是从不同的方位 能够把人身体上的气能够出来 很多人气了之后就经常通气 对不对啊 下风 通气 通气的话也是一种方式啊 还有的人们就从嘴巴里骂出来 讲出来呀 出气呀 对对对 对不对啊 还有没有出汗呀 对 那师父 谢谢师父 那有的人不是去做汗征吗 他还身出汗 这样也就是排毒 实际上就 实际上那个叫 桑拿 桑拿玉 桑拿玉就是把你让你出汗呀 把你每个毛孔的都打通呀 哦 明白明白 但是很危险的 新疮兵不好的人做桑拿会死在里面 闷死了 对对对 那师父 那比如跟你说通话是环山发热 他这也是 哎呀 对呀 让你出汗 很多人看见师父 发抖 他也是在打通他的经络呀 哦 哎 明白 那师父 有为何有的同修跟你说 就是这样 见到你就是通话足入 有的人本来想好想好和师父说什么 一见到师父就 哦呀就忘记了 就语无伦次了 这是啥原因 气场太大 师父的气场太大 哦 啊 气场呀 气场可以受影响的呀 嗯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此理开示 师父 啊 师父 八仙过海的故事 大家二叔能讲 每个 其实师父 你给我们讲一讲 八仙过海 从佛里来上 给大家带来哪些启示呢 师父 八仙过海是吧 嗯 仙人实际上呢 就跟菩萨就不一样了 明白了吗 这个是第一个 嗯 也就是说他们曾经啊 都是呃 有 有这个 显化 通过在人间的修为 啊 嗯 都有显化 你比方说 啊 这个 八仙过海 那么 每个仙 他们所 掌握的功能 就是我们说 神仙的这个 神通都不一样的 对不对啊 对对 实际上他当时呢 也是说的是 北宋 这个 这个 建龙年间的事情 啊 啊 没有他说北宋 北宋 嗯 这个故事是 叫 从 沙门岛开始说起的 啊 沙门岛开始 他称为 八仙的话呢 是因为 啊 他们当初 当时呢 有的呢 是 啊 这个 避开看守了 渔民发现他们了 然后呢 慢慢的把他们作为神人了 看见他们在 没有被海浪吞没了 在水中啊 怎么怎么 所以这个 这个是慢慢的 慢慢的 才成为一个神话故事的 但是实际上呢 在这个真实的世界当中呢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啊 嗯 你看啊 你看啊 不管什么 中汉黎 张国老 韩湘子 铁拐李 吕东斌 何仙姑 对 对不对啊 曹国舅 你看看他们 各县神通 为什么 他们全部 都有他们自己的神通 对对对 啊 这是很重要 你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看我们啊 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自己也有自己的神通啊 嗯 你会做什么 他会做什么 并不是一样的 啊 对对对 但是每个人的神通都不一样 啊 因为因为为什么 有的人善于写 有的人善于过 有的人善于说 对啊 有的人会编辑啊 有的人会讲啊 都都都实际上就是八仙过海 我们说巧拙天宫啊 因为 嗯 他为什么跟海有关系呢 因为当时说的八仙过海呢 这个这个 一过海之后啊 就是啊 海面呢 啊 这个 这个风浪滚滚的 明白吧 这个滔天巨浪啊 震动了 东海龙王的宫殿了 对对对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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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东海龙王就马上就派 这个虾兵 虾将啊 啊 蟹将啊 出去巡巡巡了 啊 结果看了他们都在 各显其能在海上 啊 结果出来干涉 把他们抓到龙宫去 然后我们打了一场恶战 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一个人 师父就是说八仙 其实就是对后世的影响 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做人也好 第一 仙人 道教成为一个神仙的群体 嗯 你看我们学伯人也是成为一个群体 对不对 对对 然后我们跟自己身上的魔啊 跟自己生活当中的环境啊 要做一场斗法较量 对对对对 你如果不拿出自己的方法 来解决自己心理上的困惑 你就很难的获得顺利的越过大海 八仙过海的意思就是说 让我们要经常懂得啊 靠自己的力量 每个人自己都拥有的力量啊 来为自己事业啊 前途啊 为自己消除业障啊 来处理 其实八仙过海 讲的还是倒角 明白吗 过去在东游记上讲过的 东游记 对对对 师父 我现在八仙 师父也曾经说 八仙过海也是心灵法门的 八仙也是心灵法门的 对啊 他们是大护法呀 他们大护法 你看道教 道教他们共观心菩萨的呀 四行大士 他们四行大士 所以你看 观地菩萨叫观圣帝君 对啊 所以你们想想看啊 像那贴拐礼啊 他的这个葫芦啊 他的葫芦很厉害的 贴拐礼里边的葫芦 他晓得的灵丹帽 灵丹帽妙药呀 灵丹妙药它可以救人的呀 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师父 那师父我继续问 那记得师父讲过 修成的三要素是前世的根基 今世的修为 明师之典 当时吕洞宾的前世是华阳瞻人 太上老君在华阳瞻人 被贬下戒 送了一送了他一个或一条华阳筋 保护他在人间免受恶人的陷害 对啊 确实当时那面像 通过这个故事说 吕洞宾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要修行之人 没有一个师父 法力的保护 也是还能修成的 是这样吗 是这样啊 嗯 就是讲 吕洞宾也好 张国老 盗旗毛驴也好 对不对啊 影迹修道的朝国旧也好 其实他们每个人包括那个含香子也是的 你看看那个铁拐李啊 他是借尸还魂的这个人啊 他经常就是借人家的 借人家的尸体来把魂还过来 然后再告诉人家一些事情 你明白吗 那师父 那师父就是铁拐李不叫李玄吗 他说李玄 他在修道之路上非常虔诚经济 但是他有一颗心没有去 就是爱美之心 因为他这颗爱美之心就是天一安排 他就是借到一个丑陋的 就是主着拐道 这个这个这个实际上就是讲到底就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人的缘分不足 所以他才成为仙呀 哦 仙们就是跟菩萨不能比了呀 仙和神啊 他都有缺陷的呀 不圆满 圆满了他就不会称为仙了 就称为菩萨了 再圆满就称为佛了 在开始的圆满嘛 称为那个声闻圆觉了 就是这样的呀 对哦 当时我记得师父说过 八星他们就是不是声闻道 就是圆觉道的菩萨 对呀 对呀 实际上他们的觉位已经到了 我们说位置已经到了 声闻道圆觉道 但是他们生活啊 他们在人间啊 救人啊 实际上他们还是有 主要生活的地方还是在天上呀 在天上 明白了吗 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师父你讲得太好了 那师父你像曹国旧 他对百姓乐善好事 为百姓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 是不是就是师父讲的 一个人为众生他就是菩萨 是这样的 对呀 就是这样的 嗯 他之所以成为仙嘛 就是因为他帮人家啊 对众生有利啊 做了很多有利的事情啊 嗯 你看他们的 他们还会喝酒 对不对呀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佛的原因呀 明白明白明白 那那师父你像当年吕洞宾在人间不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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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心里当时他修的还没修成的时候他不是心里还对和仙姑有挂怀吗 铁管理警告他如果有儿女私情再去不掉你以前的修行成果将前功尽弃 是否在古时对修行人之间男女之间犯了戒指最严重的就再也没有修行的机会了 对呀 再次轮回 对呀 对呀 所以你看看看在这个过去讲起来都是啊 你你动情啊 你动动营念了 你这个修为就不是太好了 你就不能啊能够过去从古时候就讲过了 你看八仙过海啊 他也要考虑到欺男一女不同传的禁忌啊 对不对呀 对对对 所以他们也要啊 有时候他们在扮演这个八仙敬酒啊 欢乐的气氛啊 他们也是要避开这个欺男一女啊 所以他们过海的时候他们不同州嘛 他们就是每人各显神通 大家都从海上用自己的方法走过去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实际上他们在在在在给人生的一种启迪 也就是他们可能就一些戒律还不够圆满 所以才会造成他们成为仙人嘛 但是实际上他们应该已经脱离六道了 明白了吗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好了好了 哎呀 感恩师傅 师傅下一个问题 那你说同就是说那个同心 就是说那个您在乎的白话佛法 第七第七色白话佛法里说我们学佛人 怎样怎样在烦恼中修心 修心要修意境 因为你只有用意境才能真正的去除烦恼 因为你修了意境才能让自己的脑子把所有的难和烦恼然无存的去掉 请问师傅这个意境是什么呢 意境就叫境界 意境就是境界 你意境到了哪个 实际上就是境界到了哪一层 你想想看你今天意念到了要有众生必救 那你就是佛了 你今天广度有缘 那你是菩萨 你今天就是说随缘度正 那你可能就是声闻缘绝 你今天如果是人的话 你就说人不碰我 我不碰你 应办了 谢谢师傅 师傅 这头发的粗细从玄学角度有解决吗 师傅 这个头发的发质 过去从中国的这个相面法呀 这个八卦了 《易经》当中是有讲法的 相面 尤其是相面讲的 头发粗的人们脾气倦 女人男人一样 头发粗的人越粗的人脾气越绝 然后呢 头发柔软的人呢 心情比较柔柔软 所以就看女人大部分头发都比男人柔软 因为女人的良心 心比较善良 所以男人的心比较硬 所以还有吗 就是头发如果太硬的话 容易打苦工啊 做苦力啊 所以人家说 这个头发要软一点 良心要好一点 就是这样讲 对对对 谢谢师傅 那师傅 佛陀的头发怎么打卷 师傅 所以啊 佛陀的头发打卷的话 所以佛陀的心非常柔软了 能打卷还不柔软了 是是是 明白了 硬的才不能打卷了 软的才能打卷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女士的头发容易打卷呢 就是这样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此理开始 师傅 下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 有个同修问 我们在放生鱼子的时候 要不要把鱼子外面的保护膜撕开 还是直接扔到水里 那又还有的 说是用 无纺布袋子 装起来 再丢进水里 现在有各种 这样的介绍 到底怎么样 放鱼子呢 根本不应该 把那个保护膜 破掉的 这就是像妈妈 妈妈肚子里 保护婴儿 那层膜一样的 不能破掉的 它里边有养水 它里边有 它的营养液 你把它一破掉 这些鱼子 活不了几个月呢 你只有让它 保护膜在 慢慢等到它长大了 它鱼长大了之后 就在这保护膜越撑越大 等到它能够撑开的时候 就是等于相当于这孩子脱胎换骨了 就是等于十月怀胎结束了 是这样的 瞎开玩笑 你这个就叫杀鸡取卵了 这叫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那师傅 你看有的人不是放生鱼子 这个鱼子 天界怎么给它计算数量呢 鱼子那么多 天界 地府 寄这个东西 它们有专门一套方法的 比方说 你有多少个散灵出来 如果这些鱼子慢慢的成活了 对不对 出来多少个散灵 实际上你就是放下去 它就知道了 我只能这么举个简单例子 你比方说你在水中有多少含量 你不知道吧 为什么科学家哪个仪器往水中一放就知道 什么什么成分有多少含量 什么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你一说就这样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事 师傅 下一个问题 你不是在给人看莲花的时候 就是 你就这样说 同学问 还在吗 你说 莲花一 就说还在 你这个还在 是不是指的是莲花一般呢 是个问题 还在吗 当然不是太好了 如果看见特别好的后 哎呦呦 好好好 那这讲话是不一样的呀 还在 马马虎虎 哦 你就说 比如说快掉下来了 是不是这个莲花就不好了 对啊 快掉下来 这个莲花就枯萎了呀 如果你真的死了之后 莲花上去 那是永远不会枯萎的呀 因为问题 你现在还有肉身 你继续在造孽呀 你这个叶是 上叶一二叶 你都在造啊 所以你有可能会掉下来的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哎呀师傅 你看现在好多问莲花的 哎呀这个 哎呀这个莲花好重要啊 对啊 莲花太重要 嗯 明白明白 谢谢师傅的 此地开设 师傅啊 同修在问 就是在换 就是在还情债的时候 情愿多念一点小王子 给对方的尿经者 因为不想再欠对方了 同时他跟菩萨讲 如果给对方还过头了 请菩萨慈悲 不需要对方再回来还了 请问师傅 师傅这种方法可以吗 其实我觉得不要讲 讲了很 不要讲 讲了就等于跟再组织 不停的在沟通啊 不好的呀 不好啊 你看在你看在在在在在很多地方 现在为什么都要代理呀 比方说你的房子出租 你问他收钱 他不出面的 为什么 都是代理 因为代理好讲话 因为你在你直接 你直接跟他讲话当中 不不不通的呀 不舒服的呀 嗯 哦 那师傅 打个比方 我欠了那个人 需要还他300张小房子 如果我还了他500张 剩下的200张就给了他了 那这200张将来他还会还我的债吗 如果 比如如果超错六道岛他会还吗 不会的 不会的 这就是你多送给他的 哦 明白 感谢他了 感恩他了 就是 我劝你这么多 今天我还完了 另外多给你一点 那也是很正常的 嗯 明白明白 谢谢师傅 师傅 您不是在看图腾时 会开出一些小房子和放生的数量吗 但是一般同修在师傅看图腾之前 已经许愿了一些小房子和放生的数量 请问师傅 如果当时忘记 忘记问师傅 事后如何判断 就是师傅 就是我们如何判断 师傅后来开出的数量 是在包含之前许愿的数量里呢 这个问题师傅 很简单 他如果当时许愿的量很大 那师傅给他开出来一定包含的 量很小 那一定是接下来继续有的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此理开始 嗯 那师傅 还有一个问题 您不是给人看 开出那个放生的数量呢 那么 你看到这个放生的数量 是指指是 Isso 这一时的这种量 是这样吗 师傅 就是 当时要的 Growing都是当时要的 都是当时要的 要的很急的 而且要的很急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此理开始 师傅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修了几年的老同修 发现自己开始 有原来刚学佛时 没有 没有的毛病了 比如嫉妒同修 做了很多功德 对自己没有自信等等 请问师傅 这是因为我们修的 越久产生越大的心魔 还是因为修的越久 八十天里会干净 把原来不好的心态的根被显露出来了呢 师父这个问题 一般的只要你心里想过 你就有根在你的心里 所以很多人曾经讲过的话 不会忘记的 因为他已经进入他的八十天中了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感谢师父 师父今天的问题就带到这 谢谢师父 师父再见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 那么这个自画自说节目呢 到这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